曲名人 Ban��bon 生日你好 又是我 娃娃倪超 今天泰南圳ول 跟各位一面花一边活 椅 ya sim 排一个最新的地方 曼谷最新的地方 将会有一个新的地方 就是溫需要 沒錯,這個地方當日看著它拆 以前是這個Suno Light Passer 記不記得嗎?有沒有印象? Suno Light Passer 當年第一個曼谷的夜市 就是現在的這個位置 之後看著它拆 接著丟空了一輪 接著看著它起 起一下起一下,又經歷了疫情 終於起好了 這裡將會有辦公室 有酒店 有商場等等 現在第一期就開了 裡面有什麼東西看? 好像有一個Food Court 我們第一時間來瞭解一下 這個地方應該是新發現 接下來也是一個新的旅遊景點 我們一起看看 相當之宏偉 地方相當之大 因為工程還在進行中 所以會看到很多地盤的朋友 工程的朋友 而這裡暫時公開給大家的 就是這些位置 以及Food Court的位置 好看 很宏偉、很美 很宏偉、很美 就是這裡了 然後是Food Court 如果大家肚餓 上來打卡的話 都可以隨時來 在地鐵隆便利站 一上就是了 再給大家看看 真是宏偉 專門來這個 Food Court 沒錯 真的有空的 為了要更新新的東西給大家 沒辦法 這裡有什麼家伙 沒有啊 有些自動售賣機 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呢 這個 Food Court 地帶的地方 似乎都大大 大就大 大大的 OK 慢著 這裡就是剛才所說 地鐵隆便利站的出入口 嘩 等於這個散鴨撕灘 大家有關係 於是 那個位置 都特意整理給你 對了 這個位置真是漂亮 我更加要在這裡拍 為甚麼 因為呢 這裡真是美得淒涼 好 看看前面才行 看看這裏有些甚麼食物 這間呢 是喝咖啡吃Bunch的 但好像暫時還未開 還未開 先看看開店 這個 這個 Cheese Castas 不是 這個 Cheese Castas 都是未開的 這個 Oishi 開了 然後 Café de Bangkok 還未開 就開 這個呢 這個開了 好 喝咖啡也好 這個呢 又是未開的 這個地方呢 開了幾天 開了幾天 我就第一時間來 跟大家看 今天呢 未吃飯 希望在這裡找到食物 就可以吃飽飽 一餐 這個 Open Soon 就是Café de Bangkok 接著 這裏 吃Castas 的 Oh White Story 好出名 專門吃高點 這個 One to Two 也是 咖啡 值得一提 這裏 這裏 好像有三間酒店 整個地方有三間酒店 有藥缸的辦公室 和商場 咦 真是有餐廳 看看 什麼吃 會不會 你們的貴價不飽 來 看看 看看 這個價錢 這個 100匹 都算是合理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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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合理價錢 這裏 可以坐下喝 食物 這些 椰子 Smoothie 都是60匹 椰子雪糕 60匹 都不算離地 還有這些 看看這裏的價錢 40 40匹有交易 40匹有交易 算是這樣 50 50 60 那我已經知道 我想吃些什麼 一會兒拍完再慢慢吃 一會兒吃過 濕河才行 都是55 55 60 75 不是說三位 是說價錢 好 我們繼續繞場一周 首先 待會兒拍完再坐下吃東西 吃東西 什麼時候都可以吃 最重要是交代給大家 快人一步 你想達到 因為這個新市蝦 實在太新 大家在這裏看了很久 所以很多人 很多社交媒體 很多網友 走來拍他 現在 每一步都要快 你一慢一步 就會被人說 抄襲你 或是跟人 或是各樣各樣 已經死去哪裡 還沒人拍 人家全都做了 唉 真是 很難做的 所以 第一時間走來 飯都未吃 就走來 知道 胡先生 知道你未吃飯 不好意思 一邊走一邊走一邊走 通常就是這樣 沒有劇本 整個地方大概就如此 不如下去看看地鐵站 地鐵站 我猜到應該漂亮 慢著 這邊還有東西 有什麼 有人坐在這裏 有book corner 即是賣書 有書買 對啊 我想不是賣書很簡單 應該也有東西喝過 還有家鄉雞 這裡日後開了 會是在曼谷市中心 一個很震撼很大的地方 它不單止只是酒店 這麼簡單 剛才那個 有office 也有商場 據稱 central好像有股份 所以到時 地方一定會大到不得了 大家住在這酒店 下來一定沒有東西吃 沒有東西買 什麼時候可以開齊 對啊 我想應該明年中 這裡還有一間71 這間71 造型賣相 和其他都有點不同 營業時間 是早上6點到晚上8點 不是24小時 沒錯 這間71 不是24小時 各位老友 不過遲些 若然開齊了 又有遊客 又有住客 的話 可能24小時 都不足為奇 這裡只不過是 整個project 之中的 我想十分之一 都不夠 對 只是十分之一 都不夠 其實整個project 去裡面 剛才說的 有三間酒店 好像不知三間 四間 也有商場 還有辦公室 整個地方 應該還有很多 優器 和娛樂的設施 所以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一定會十分震撼 什麼時候會開得齊 我想應該都是 不是明年 就是後年 接下來 陸續會有料到 我一知道新的東西出現 就會第一時間 跑來這裡 由我家來這裡 坐車 都是二十分鐘左右 最重要是快 對 一個新的 長的 一個這樣的 food court 你都可以趕成 十分鐘的湖山 這些新事物 相信大家都想看的 對 最新的 Wun Bangkok Wun Bangkok 好 看看 看看 前面 下去地鐵站的情況 其實 這個應該是前日開 我也算是遲了一些 因為這幾天有工作 現在看到 就是一個 很初步的模式 遲些 這些位置一定會 擺東西 還有一些展覽 商店 各樣 你看 日後會是 這麼美好的 是的 這裡好像還有 還有大廈 還有大廈 豪宅大廈 有興趣 買一買單位 Wun Bangkok 就是這裡 農天理站 於是 若然你在這裡附近 已經買了單位 你的單位 就會有機會升值 因為有這個地方 這裡 簡簡單說 你家附近 就無端端 建了一個 市人Pelagon 你說會多震撼 呢 就直接震撼 這裡上去 就是 地鐵站 好 接著要怎樣 接著要試食物 對 不要光說 便宜 會不會難吃 好 馬上去吃東西 本來呢 想來一個濕炒河 但是 想想一下 湯水好一點 結果呢 就吃這個 辣辣雜雜的 魚蛋麵 價值呢 就是這個 60克的 辣辣雜雜的 魚蛋麵 接著 加個 冬奶茶 是的 接著呢 他還送了 這個 小小的 食物給我試 真是開心 這裏呢 暫時都是給 Cashy 不需要買QP 亦都不需要 入卡仔的 究竟這個 價值60克的 魚蛋 魚片 魚丸 麵 味道怎樣呢 來喝一口湯 有驚喜 這個湯底 我覺得比 榮太的好 可能因為我肚餓 肚餓 吃什麼都好 那個麵呢 那個麵呢 爽口的 這裏呢 就是給Cash 就不是 給錢入卡 又或者是買QPOD 這裏呢 嘩 還有這個 愛心 深深型的 魚蛋 看不看得到呀 深深型的魚蛋 哈哈 這裏都 撞口彈牙 是 多了 多了 最重要是有口湯 本來呢 他問我 不是要乾的 因為分了兩種吃法 有乾和濕 我自己來說呢 就喜歡濕濕的 因為有口湯 最重要是價錢呢 都算合理啦 那份量呢 都OK 而且都乾淨 很重要 暫時來光顧的 應該只有兩種 第一 還有三種 第一 就是在這裏 工作人員 第二 就是一些 將會開店的朋友 或者店主 在這裏吃飯 第三 就是一些無聊的Blogger Youtuber 好像我這些 紳士坑走來拍攝 試食 吃完馬上要去廁所 這麼嚴重 肚餓 不是呀 要用紙巾抹嘴 因為剛才吃東西 沒有紙巾 咦 慢著 UNISESS 中性人的廁所 那裏面會有些甚麼 沒有啦 站坐的 人軍選擇 喜歡站 喜歡坐 哪一科都可以 哦 挺好的 這次 絕對不是真有歧視 是絕對沒有歧視 不會歧視你 中性人來這裏 就去得安心了 嘩 好寬敞 多寬敞 應該不會拍到人 在這裏 沒甚麼人 最重要是看看 市坑 噢 都是沒有條 喉巾抹嘴 這裏真的有點不足 不要說 好像 Terminal 21 那些 有電子馬桶 洗嘴 甚至連 喉巾都沒有條 這裏真的 不足夠 臨離開之際 再次給大家看看 全景觀 嘩 真是很宏偉 這裏只不過是整個 項目的一小部分 還有很大部分 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之前在這裏做地盤工人 告訴我 在這裏一定不可以走錯 否則下錯一個點 你走 如果走 要走九個字 才可以去到另一個點 還有 未必真的有車慢慢接送你 你可能要踩單車 或者跑步去另一個點 有多嚴重 這個地方 絕對有可能成為 萬谷尼的新靚媽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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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